傳情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ubi恰恰 大家好 今天呢 要介紹的是只有你才能抽到的專屬抽獎區 限時開放 累積次數 保證抽取怎麼好像傳說對決的夾娃娃技一樣 那今天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你的專屬抽獎專區 這個專區要怎麼進去呢 在遊戲大廳裡面 點取禮物盒 就可以直接進去囉 然後點擊左上角的遊戲公告 在這邊是找不到的 你就可以看到超級火爆 專屬抽獎區 據說每個人得到的造型都是不一樣的 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新的活動 即日起到5月13號星期日 晚上你就是可以抽一大堆的造型 累積到一定的數量 保證得到左方的獎勵 注意事項就是 阿布拉阿布拉都是對官方有利的一些介紹 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其實每次這個打那麼長 真的有人會看完嗎 好吧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新的造型 究竟CP值有 恩 抽到了 好像沒有什麼用的紅寶石 保證取得 感覺 好像就是得到一堆沒有用的道具 得到49顆紅寶石 30點一次 其實CP值滿高的 因為你只要保證抽7次嗎 再一次就會獲得 保證左邊的造型獲得刀鋒寶貝 高效超殺女 其實這每個造型 絕對CP值 都高於210點 可是呢 恩 這裡面的英雄可能不見得是你喜歡玩的 像我這裡面 最喜歡玩的就是井 然後刀鋒寶貝 然後 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造型 到底要不要抽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傳說對決出越來越多這種奇奇怪怪的活動 是因為 恩 營收不夠嗎 不然為什麼感覺最近一直在出這種點券活動 但是每次的造型 其實都大同小異 他就是幫你換了 一個介面之後 然後再重新排版 然後就開始點點點 然後你就開始獲得造型 你還記得之前的那個大富翁嗎 鑽鑽鑽鑽鑽鑽 其實也是這種感覺 現在就是換了一個新的介面 喔 得到了小丑的甜點石 這個造型好像是510點耶 天啊 天啊 5月10號的早上 你們現在在做什麼 該不會再刷牙洗臉 然後看著我的傳說對決影片的話 在下方留言 加1 讓我知道 高校女175點 所以我抽到這個造型是虧錢的耶 7次210 抽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道具 抽到高校女我就虧了 所以這個造型還是 欸 那假如我有全英雄全造型 其實是510點 所以 我得到這個造型我就賺翻了的意思嗎 得到了一大堆紅寶石 應該可以拿去隨機單中用耶 得到了超殺高校女的兜風寶貝 還滿帥的 這個造型我虧了 所以其實這個造型也有一點點賭博的性質 我以為每個造型都會 啊 像勇的造型我抽到也會虧 那個造型才175點 這個活動CP值沒有非常高 欸 啊我的 小丑的造型怎麼不見了 天啊 我一早起來就被官方A了一個造型 我明明就有抽到 你們看 甜品師的小丑 欸 我的造型不見了 各位 我一早就被官方A了一個510點的造型 好啦 雖然我是花210點抽到 不過這有點讓人傷心 我一早就被A了 510點完全收不到信箱 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呃 有一點點傻眼的活動 到現在都還沒有抽到造型 這個造型 感覺如果你要抽的話 如果你這些100多點的點數 就是像175點那種造型 如果你全部都有的話可以嘗試玩玩看 現在我給煩惱欸 就是我沒有收到我的造型 究竟該怎麼辦 該不會等一下我要寫官方表單了吧 好吧好吧 真的好煩惱喔 還是是因為我花的點數不夠多 不夠前程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再來抽抽看 究竟會抽到什麼東西 所以假如我再抽7次的話 如果我又沒有收到東西 我真的這個早上真的也太悲慘了吧 你們一定超開心 哈哈哈哈 噗噗恰恰你終於 你終於被官方騙臉數囉 其實你抽這個官方就開始在賺錢 我覺得這個活動沒有很值得抽 因為我一個早上 我 就被官方A了510點 抽抽抽抽抽抽抽 抽到了一顆魔法水晶 應該是我今天早上最開心的事情 哇 抽到了 紅袍Egan是超級帥 這個造型 450點 我又賺囉 沒有抽到勇 就是開心 呃 呃 就是收不到 好吧好吧 我要去填官方表單了 因為我沒有收到造型 我傻眼 這是我最少傻眼的一個早晨 你會講話都講到歪頭囉 好吧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早上5點34分 BB恰恰就這樣被A了 3 7 21 就這樣我一個早上 就被 A了420點 現在我要去填官方表單了 究竟什麼時候要給我造型啊各位 幫我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分享與訂閱 鑽進菲尼克打你的BB恰恰 我們明天見 掰掰